Mindy啊 妳來澳洲幾年了 今年應該算第二十一年 不會吧 有些人租社會到現在都還沒有二十一年 妳是在這邊結婚了嗎 我來這邊不小心遇到我老公的 對 我在這邊結婚的 所以妳不是在台灣結婚在移民 而是妳來這邊才結婚的 對 OK 好 那澳洲咖啡有名嘛 對不對 基本上妳都喝什麼樣的咖啡 我喜歡喝Flat Wine 可是Flat Wine在台灣沒有 對 真的 Flat Wine在台灣沒有耶 為什麼喜歡喝Flat Wine 因為Flat Wine的奶比較多 我喜歡喝黑咖啡 那跟Latte差不多 但是它的奶比Latte還要多 對 它比Latte要多 所以在台灣來最多的就是Latte 沒關係 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就對了 其實妳可以買Latte然後再買奶 嫁進來就被煮 就不夠溫啦 對 就不夠溫了 那妳們在家會自己煮咖啡嗎 有 咖啡是必備 對 是我每天早上睡醒一定要的東西 那妳在家煮咖啡就不可能用到Flat Wine啊 可是有奶泡機啊 咖啡按下去不是可以調妳要喝什麼 就是妳們家也有那個機器就對了 對 妳可以調妳要喝什麼樣的咖啡嘛 那需要投幣嗎 在家 不用啦開玩笑 開玩笑啦 妳在澳洲會喝咖啡嗎 在新加坡有喝嗎 有 在新加坡都喝什麼咖啡 喝冰拿鐵吧 冰拿鐵 在澳洲咧 喝冰拿鐵 也是一樣 冰拿鐵 可是冰拿鐵怎麼來的 是從熱拿鐵來的 對 對不對 從熱拿鐵裡面放冰塊 對 來的就對了 OK 基本上在澳洲的一杯冰拿鐵 大概多少錢 我講中杯的啦 我們不要講大杯小杯 中杯的 大概 差不多四塊半到五塊半 這個價錢還好 跟疫情錢差不多 對 沒有賺很多 但是在新加坡咖啡算貴 哎呦 你們怎麼又貴了啦 就 新加坡奶茶比較便宜 咖啡比較貴 新加坡奶茶比較便宜 這裡奶茶比較貴 咖啡比較便宜 了解了解 平常在澳洲總有喝點咖啡嗎 對 什麼咖啡 是你最常喝的 我們不要講價錢啦 就是你比較常喝的咖啡是什麼 我最常喝 卡布奇諾 哎呦 卡布奇諾 對 為什麼 第一是它牛奶很多嘛 第二是它有巧克力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巧克力 卡布奇諾的巧克力是 撒在上面的 對 哦 那你為什麼不喝摩卡 摩卡的巧克力更多啊 那我覺得 摩卡的咖啡味又比 卡布奇諾還要重 因為咖啡再加上巧克力會有點苦 如果它的巧克力是用好巧克力的話 它會有點苦就對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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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